反送中运动颠覆香港政治版图 去年底区域会选举变天 泛民主派历史性的重创青中建制派 让外界格外关注今年9月立法会选举 建制派能否保住过半席次 而现在前哨战已经打响 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日前陆禀法院 不满在区域会选举当中被取消资格 申请复合选举主任权利 德国之声报导 黄之锋是去年区域会选举当中 唯一被取消参选资格的人 当时他在提名其首天递交确认书 声明拥护积焚法以及效忠香港特区 其后他三度被选举主任查问政治主张 他明确表示并不支持港独 但是直到10月29号 也就是提名其结束之后将近两个礼拜 选举主任蔡亮才说 他支持的民主自觉理念包含港独 显示他并非真诚拥护积焚法 裁定其提名无效 报导指出 黄之锋日前陆禀香港高等法院 申请司法复合 指出基本法第104条没有规定区域员宣示效忠特区和基本法 认为选举主任的做法违宪 陆炳状表明复合并非要推翻选举结果 而是要维护他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 并厘清未来选举当中提名要求以及选举主任的权利 报导指出 近几年香港选举屡次发生DQ风波 2016年立法会选举里面第一次引入确认输制度 选举主任收集报名人的言论 裁定梁天琪等多名宣扬港独或自决派参选人 未能充分明白基本法的内容 取消他们的参选资格 其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动对基本法第104条示线 规定立法会议员必须真诚 庄重宣示拥护基本法和效忠特区 六名民主派议员被指宣示无效而丧失议员之格 另一方面刚复选举管理会日前公布 9月立法会选举活动建议指引 建议让70岁以上的长者、孕妇以及商场人士 优先投票 被认为是在偏袒以长者为铁票的青中建制派 尽管选管会主任冯华解释 去年11月区域会选举期间 票战大牌长荣 他才会做出这项建议 不过冯华去年曾经说过 没有任何人有投票优先权 今年为何改变立场 对此他竟强调绝无政治考量 根据了解 去年11月24号区域会选举 建制派议员在选举日出动旅游巴士接送长者 并且派发了日用品福袋 诱导投票 又印制了掌心雷卡片 提示长者投给某位候选人 不过泛民主派最终在区域会选举中 南瓜将近85%的席次 增加北京驾驭香港社会的难度 同时民主派从区域会选取特首选举委员会的117席 对下届特首选举举足轻重 外界现在格外关注 今年9月的立法会选举当中 民主派能否进一步动摇建制派掌控的议会里面 武汉肺炎疫情在美国境内扩散 但是据传美国总统川普 迟迟不愿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主要是害怕这个举动 可能会跟他先前的说持抵触 甚至可能使得华尔街更加恐慌 自由时报引述外媒报道 如果川普政府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 将可以让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介入 并且释出更多资金和资源 来协助各地政府抗议 但是川普上任以来一直主打经济 其中美股更是他竞选连任的焦点 尽管川普这几周试图安抚民心 称疫情依旧都在政府的控制当中 但是美股依旧暴跌 这让川普担忧 这个时刻若是宣布紧急状态 将有为他先前指出 疫情跟季节流感差不多的说法 而且可能会进一步使得华尔街陷入焦虑 一名川普前顾问表示 川普政府不热见紧急状态 可能带来的舆论 以及对华尔街 观光旅游业可能带来的冲击 根据了解 最亲近川普的幕僚们正在研究 宣布紧急状态的必要性 以确保所有资源可动用 但是目前依旧还没有向川普提出建议 消息人士表示 卫生部长艾萨支持宣布紧急状态 但是副总统彭斯也担心 这个举动恐会让经济陷入困境 因此在川普的女婿兼顾问库许纳调查 完成相关意见的时候 并向川普汇报之前 川普的幕僚不会给出最终建议 而目前川普选择在几天之内 签署范围较限缩的法案 这项法案将允许美国政府 支援小型企业借贷 实行人员薪水 并且延后发出税务垂脚书 释出刺激经济的方案 不需等待国会签署 香港经济日报也指出 美股周三全线建筒 当天川普在白宫约建了 多间大型银行的管理阶层 其中花旗行政总裁科巴特表示 现实并非金融危机 银行以及金融体系的系统状况良好 希望为市场注入流动性 打算向小型企业提供借贷 而美银行政总裁莫尼汉则说 在经济面临压力的时候 推出财政刺激措施 绝对是正确的做法 他指出维持失业人士的现金流动 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他也表示 华府有必要实施医疗保健措施 来应对疫情 包括提高医院收容病人的能力 根据了解各大银行管理阶层也有讨论到 提供免取部分费用 低息甚至无息贷款的可能性 美国六个州在本月10号执行总统大选出现 民主党机前副总统拜登赢下至少四个州的胜利 拉开了跟党内主要竞争对手桑德斯的距离 拜登目前获得820张党代表票 桑德斯则有670张票 以目前的选举势头来看 拜登对于提名已经十拿九稳 BBC指出 在10号的初选当中 在中西部的必争之地密歇根州 拜登以49%的得票率 险胜桑德斯的48% 而在60%民主党选民 都是非洲裔的密歇西比州 拜登因为曾经跟前总统欧巴马搭党8年 颇受非洲裔选民的欢迎 拿下超过8成的支持 上报一篇评论分析 初选一开始表现不佳 募款跟组织都比不上桑德斯的拜登 在超级星期二之前的朗卡罗莱纳州 初选里面终于抢下第一胜 才顿时改变这场民主党总统初选的乱局 由于桑德斯在初选出席锐不可挡 衍然将在超级星期二初选之后定于一尊 成为建制派的最大梦魇 为此民主党建制派在超级星期二之前 运作了英帝安纳州南本德市长布塔朱吉 以及明尼苏达州参议员克罗巴查退选 转而支持拜登 在超级星期二只拿下一个州的蓬勃 随后也退出战局力挺拜登 民主党内温和派大团结终于让拜登的选情复活 抵挡了桑德斯的气势 不过分析指出 成功阻挡桑德斯获得提名 固然是民主党建制派的第一步 但是如何让拜登击败川普才是第二道难关 由于2016年希拉蕊获胜之后 桑德斯有部分始终支持者选择不去投票 甚至有一成的支持者选择投给同样高举反建制大旗的川普 因此拉拢桑德斯的支持者 这些拉丁裔年轻人以及低教育程度的选民 将会是桑德斯的课题 而此外一旦进入大选 胜于掌握话语权的川普 肯定会拿拜登家人传说中的丑闻 作为负面选战的题材 但是拜登对于这些议题的回应 总是太过情绪化欠缺反击的力量 而拜登担任欧巴马副首八年 对于如今川普跟欧巴马大相径庭的政策 拜登除了反对之外 能否提出更具说服力的替代政策 评论认为 美国正因为中美贸易战和武汉肺炎疫情 造成经济跟就业的不稳定性 作为挑战者 理应大选的时候火力全开 设定议题 主导话语权 权力抨击川普 执政缺失才对 但是偏偏拜登的个性向来不属于斗鸡型 评论指出拜登必须明白 他能够在民主党初选里面成为共主 很大程度是因为建制派不想要桑德斯赢得提名权 但是拜登充其量 只是民主党较好的总统候选人 并非最好的总统候选人 台湾高雄罢韩四君子出动四台货车敲锣打鼓 运载了40万份的罢免高雄市长韩国语的连数书 送往高雄市选举委员会 远超过法定的23万份门槛 自有亚洲电台报导 罢韩案的灵魂人物 WeCare高雄发起人引力 专业在视觉设计 品牌规划 无党无派 原本在大学教书 民进党籍城局市长 戒调他担任高雄市文化局两年 引力创办了高雄设计节 青春设计节 社展城市美学等 他说在去年5月发动罢韩之前 自己不曾经参与政治活动 连助选都没有参加过 事实上引力的父亲是山东人 是当年跟随蒋介石到台湾的军人 退伍之后经营牧场洋洋 当任台南市政府环保局清爵队员 负责收垃圾 不算正式的公务员 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 作为外省第二代 引力表示 韩国瑜是第一位外省第二代 党选高雄市长 非常多外省人对他寄予厚望 记得在2018年年底 县市长选举之前 奠定韩国瑜胜选 深室的山山招式会场 碗头传动 可是2020年初台湾总统大选 韩国瑜却在山山输到脱裤子 从数据来看 2018年韩国瑜选市长得票89万 占53.86% 2020年选总统 他在高雄得票61万 34.63% 狂掉了28万票 绿营则是成长了35万票 来回差距达掉63万票 山山就是所谓的凤山 干山 左南 分别是绿军黄埔军校 空军和海军的大本营 不少外省铁杆蓝粉都对韩国瑜的表现感到丢脸 盈利表示军工教这次完全溃散 连他去左营外省人开的店吃饭 都有人跑过来跟他说加油 盈利细数韩国瑜参选市长开过的空头支票 包括开赌场 赛马场 挖石油 迪士尼跟爱情摩天轮 几乎百分之百跳票 他还说韩国瑜歧视女性和外籍人士的一连串失言 以及驱动仇恨 庶民权贵阶级对立 做出嘴槐示范 不知道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 盈利表示韩国瑜在中国北京大学念博士班的时候 一篇期刊论文就是研究台湾的罢免案 他说韩国瑜26年前曾经被罢免过 现在是他历史上第二次被罢免 他也是台湾有史以来 第一个县市首长被提罢免的 这个也是破纪录的 另外韩国瑜是唯一一个被提起两次罢免的政治人物 他也是第一个在直辖市长成绩里面被提起罢免 而且可能会成功的 罢免案已经连过两关 而且全高雄890个里都有参与联署 90天内取得50多万人的联署支持 远远超过基本大约23万份的联署门槛 最后在3月9号送出40万份联署 6月将执行投票 可说胜券在握 但是目前也面临两大难题 第一是蓝银以及韩粉的攻击 第二只是韩国瑜任命的副市长兼高雄市选举委员会主委 有球员兼裁判的利益冲突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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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